出到英国留学,上课听不懂怎么办? 都想告诉大家听不懂是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这个现象不只是由于你的英语能力 还由于你的学习习惯 你到一个新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 你的生理和心理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因此你会经历这么一个低谷 首先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 你为什么会听不懂不完全跟你的英语能力有关 你为什么会听不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之前没有全英文上课 或者说你没有在一个英语国家或一个学位的话 你第一次在一个全英语的环境中上课 你一定会受到冲击的 这个冲击跟你本身的英语能力挂钩的并不多 当然你原来的本身的英语能力越差 那你的这个冲击就越大 那如果你本身的英语能力还可以 你亚瑟有6.5,7分7.5 你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原来学英语的时候 英语是一门语言 是你学习的一个对象 而现在你要用英语作为你的学习的工具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在英语教学的环境中的话 你学你的专业知识 你用的是中文 而中文是你的母语 因此用中文学习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困难 而你到一个英语国家 在一个英语环境中学习的时候呢 英语变成你的学习工具了 它的地位跟之前的中文一样 那这个时候 你当然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跟你原来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会完全的不同 因此你会感觉到我听不懂 这个听不懂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环境改变的冲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个裁缝 你从小学衣服用的是针线 用的是你的手缝 然后你手缝的衣服 技术各方面都很好 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你不能再用手缝衣服了 你必须要用缝纫机 你还是懂这些做衣服的规则 你还是懂这些做衣服的技术 你只是不太适应缝纫机 所以你的第一个过程 是将你缝衣服的工具 从你的手转换为缝纫机 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那转换到你留学的这个过程 就是你之前用中文学习 你会觉得学知识得心应手 而你突然要用英文学习原有的一些知识 或者更加深入的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 你觉得不得心应手 不完全跟语言能力有关 还跟环境教学方式和学习工具的改变有关 那接下来很多同学就问 那我应该怎么提高呢 首先你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提高 而且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你会觉得你的英语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有这个感觉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要用英语的机会越来越多 如何改善这一种情况呢 自己的建议是 尤其是你在上lecture课之前 你一定要做预习 不清楚别的学校的课程安排 至少我们学校课程安排 是这一学期的课 所有的教学材料 在开学第一天就已经全都上传到 Learning Central或者Blackboard 或者叫Moodle上面了 反正你所有上课的内容 学校都会提前给你 因此你知道每节课 要上的一个大概内容 甚至你能看到它的PPT 那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在上课之前就了解这些材料 把这些材料看一遍 不懂呢 或者说有一些专业名词 先了解一下 那在之后上课的过程中 就会轻松不少 第二点呢 也是很多学生反应的 就是往往上了一节课两节课 之后他们呢 因为心理备受打击嘛 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反应 或者说认为 因为我听不懂这节课 我肯定会挂 我之前也解释过很多遍了 不要把英语能力 和最终的成绩挂钩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不是决定因素 老师在批卷子的时候 是知道你不是英国人 是知道你的英语水平如何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一个调整心态 以学习知识为目的 而不是以提高英语能力 为目的在英国留学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更好的给自己定位 而且在之后学习的过程中 也会更轻松 那希望今天这个很短的视频 给一些刚到英国学习 然后有一些打击 还没有完全适应生活的同学 一些鼓励啊 最后祝大家学习胜利 请大家订阅一下